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市议员曾献吟直询市长时提出了两大方向 多处蒋万安要带领台北市成为防诈骗及预防额哨手机成瘾的第一名城市 台北市议员曾献吟在议会直询时提到达文山区是北市111年度诈骗案件数量最多的区域 前几天他接到选民澄清说已经汇了几十万过去 后来发现果然是诈骗 也有选民被诈骗退休金有忧郁症轻生的念头 曾献吟说台北市打诈绩效不错 但跟其他县市比起来仍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那么警察局给我的是台北市民去年被诈骗8亿2千5百万 但是今天我看了这个市政报告的第152页 这两个数字是不一样的 是7亿9千多万 所以这个部分请警察局后会后再协助我们 这两个现况分析的资料既然不一样 好吧我根据警察局给我的资料 我开始去做分析 那么第一名台北市民被诈骗的第一名是冒充公务员 也就是各31个局处首长你们的机关常常被诈骗团体冒用来欺骗我们的台北市民 那么拿到这个诈骗的金额 第二名是投资理财 那么我要请教市长 请问您知道如果以议员的选区来讲 哪一个选区的民众被诈骗的案件最多 但安文山是所有我们台北市里面的各个议员的选区当中案件最多的 所以礼拜天我跟你开了三小时的会议 回家的途中又接到一个民众跟我乘请 他已经汇了几十万 我跟他说你这个很有可能是诈骗 请他赶快查果然是诈骗 所以呢我们台北有科技战警中我觉得非常好 那么我们的警察局也说我们台北有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很棒的技术 警察通常也值得肯定 但是我要我要询问市长的是 你有没有信心让我们台北市成为是一个最难被诈骗的城市 我们有信心 我们会继续持续加倍努力 因为这句话台南市已经先喊出来了 在今年三月其实在上个月 我非常认真每个城市我都去看 他们在市政报告的时候他已经喊出来 台南市最难诈骗的城市 他拦阻民众诈骗绩效全国第一 我们看他好多的策略 警察局局再继续了解 我们看他的数据 其实台南曾经在105年的时候 他是提款的车手的天堂 超过一万两千件 那时候台北才九千多件 可是这几年过去台南一直往下掉 掉到只剩下1500件 我们台北现在变成是 全台的 车手提款的天堂 那么在他们的发布的报告里面 我们台北既然是垫底的 那么165的诈骗当中 收理的每10万人的案件 陶宇跟台北也是最高的 所以这个都是现况的资料 所以我期待 是不是市长可以把 房诈骗 放入我们的施政重点 整合各局处的资源 包含我们得那么多的人才 那么民政局 还有警察局 教育局 资讯局 让台北成为最难诈骗的城市 市长是不是给我们市民这样的一个期待 对 我们一定会把 房诈骗 列为我们施政的重中之重 另外 曾献营也请市长和教育局 重视儿少手机成瘾的现象 家长苦无对策 曾献营曾向台湾5000多位家长 做问局调查 回收800多分钟 有6成的家长发现 手机对孩子的作息 有相当负面的影响 我也期待市长 因为你有三个孩子 我有两个孩子 能够重视另外一个 就是儿少手机成瘾的现象 因为现在儿少手机成瘾 已经在各个学校蔓延开来了 家长苦无对策 那么中国大陆 其实针对儿少手机成瘾 直接定位成为精神鸦片 他们有一个礼拜 只能玩三次 一次不超过一个小时的 防沉迷规则 这些都是针对未成年人 可是我们台北市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半夜还在玩手机 半夜还在上网 半夜还在打电动 学校家庭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针对五千个家长的问卷调查 这个问卷调查告诉我们说 六成以上的家长对孩子的 认为手机对孩子的作息有很大跟相当负面的影响 半数以上的家庭常常因为手机跟孩子发生冲突 那么YouTube啦玩游戏啦社群平台啦 还有这个教育局特别注意 手机对功课一半以上的家长都认为造成很大跟相当严重的影响 最后一题让我非常压抑 有六成二的家长认为他的孩子有手机成瘾的状况 我找了我们台北市四个学生的家长总会长跟教育局长 我们还有好多的一起来 对不起我还没有报告完那个不要跳掉 那么这个不好啦 对呀那这个所以呢 是不是能够请市长跟我们承诺就是说呢 带着我们整个台北市团队 第一个防诈骗 第二个预防额照手印 那我们这个成为未来的市政的亮点 对我们绝对会把这种学校 额校手机3C产品成瘾的问题 列为我们接下来施政非常重要的一环 曾仙宇说希望台北市府定出各级学校管理的政策方向 亲师合作也要重视家庭教育 落实亲职教育子职教育 这些家庭教育的重点项目 结合民间的团体 共同预防额照手机成瘾 国家摄影文化中心首次推出以抽象摄影为主题的展览 将寻常可见的景象 透过摄影家独具创意的手法转化呈现 挑战大家观看的惯性 展览集结了25位艺术家与99件作品 表现台湾不同摄影世代的丰富风格 文化部所属国家摄影文化中心 首次推出以抽象摄影为主题的展览 由世新大学图文传播 继数位出版学系教授张光和担任策展人 展览以飞向巨像 理性与感性 顽形与物介质四个展览子题 结合精心设计的展场空间 探讨抽象摄影的各种样态 那我们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巨像飞向 那是想要从宏观跟围观方面 在现实的物质世界里面 这些艺术家 他以一种英雄式的观看之道 找到了你一般认为很不起眼的美 在那里面 那第二个部分是那个理性与感性 那我们也安排了台湾很有名的抽象画家的作品 跟摄影作品一起 那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这些艺术家 他在理性方面的思考跟感性方面的抒发 可以做一点点对照比较 然后我们还有一件是叫做顽形 那顽形心理学里面 认为视觉元素是我们认知这个世界 很必然的 不用学就会 那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些抽象的视觉 有时候你没有办法解释 但是你就会用顽形的视觉心理来解释 那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你可以在里面找到美 然后我们最后一间是物介质 那摄影发展了一百八十几年 从类比的讯号到数位的讯号 这之间材料本身就有很多 可以产生美的讯息的做法 那我们收集了一些艺术家 在这一方面的创意 其实在各种的艺术表现里面 摄影是相对来说容易进入 跟容易被看见的一种 那我用那个John Berger的话来说 就是人类事先看 才学会预言 才学会说话 所以看这件事情 决定了我们的世界 就这浩瀚的宇宙到底真相是什么 其实无人知道 做一个小小渺小的人类 可是呢 不重要 他不管他是什么 我们看的内容 就决定了我们世界的样貌 那所以我想摄影家在这里 有一个很特别的角色 摄影家是 在人类的工作里面 他是发现 选择 甚至定义 这个世界样貌的人 我们从摄影家的眼里 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或者看见不一样的世界 或者发现我们过去没有看见的世界 那我想刚刚在那个摄影的 这个展里面 其实大概就回答了 我们很多这样的问题 不管是从最小的切面也好 从最大放大的极端来也好 或者是一个你意想不到的角度也好 或者是透过折射来创造的新的视觉也好 我想摄影者在这次的展面 就是已经走向这个摄影的作品 呈现的世界 也不只是诠释 不只是定义 甚至是创造 抽象之眼展览 集合25位艺术家与99件作品 表现台湾不同摄影世代的丰富风格跨度 观展者不只可以经由艺术家的叙事手法 鉴赏摄影的抽象之美 更能透过作品反思映射自身的经历 但是这里面又产生一个危机 这危机是什么 是单薄 你也很顺利 现在视觉里面的世界 你跟它很丰富 可是没有深度 它之中就是比较繁复丰富的图案设计而已 所以这个事情我想了 大概可以有两个可能性 那一个是说 从摄影的观点去看抽象 而不从绘画的观点去抽象 那我两期的都跟摄影有关系 都是用光 那光之有果是在 在光倒在山谷上的时候 山洞里面的时候 这个具象的空间 跟抽象之间的辨证关系 那这些照片其实很像抽象 其实它有深度的 就是反过来 所以这里面这个 具象跟抽象之间的 这个辨证关系是其中一个可能性 那光带来层次 它有诠释空间 那另外一个系列叫夜航 也是光 这是完全不一样 它是用晚上飞机看到的光的轨迹 造成影像 所以没有实体 甚至看不到 你不晓得拍出来的东西是什么 拍出来才知道是什么东西 这里面这边也牵扯到光是不同的一个方式 那这里面光其实代表是一种抽象的事情 那还有一个例子叫时间 长时间曝光 所以像光跟时间都是摄影它比较特长的一种工具 作品名称叫做非虚构 那作品里面的内容呢 其实是我对于城市中一个不断在迭代的一个现象 来做的一个呈现 因为我个人是住在万华区嘛 那大家都知道万华老城区 它的那个建筑其实拆迁了也很快 就有时候我会觉得那个转角好像曾经是什么东西 但我又忘了 那它下一刻可能就变成了便利商店 所以其实这个真实跟记忆间 其实我是作品是在做这个这个落差感 我用一个数位的方式 就是所谓摄影测量法 因为这一次的作品其实也是根据媒材 然后来纳入张光和老师这个策展的概念里面 那因为摄影作为一个时间的记录嘛 那摄影测量法其实包含了空间的记录 摄影测量法是什么 就是用我自己身体去在这个空间中去行动 然后把某一个空间的所有资讯去记录下来 就假设这边是一个空间 我绕着这个空间去拍每一个角度 那它就会包含所有时间跟空间都记录下来 我在这里面好像看到了一个招牌 那可是这个招牌跟其他这个整幅画面的样子 又没那么显眼 又很像 对我来说我觉得这幅很像一个重涌 重涌的样子 抽象之眼展览即日起在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台北馆展出至7月30号 欢迎对摄影艺术有兴趣的朋友 一起来感受抽象摄影画面带来的力量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为了要考察台北转运战及猫兰等市政建设 金融市长谢国良与市议会议长同姿委共同率队 造访台北市政府了解基北桃交通月票的具体作业要点 最快7月就能上路 金融市长谢国良送了台北市长蒋万安因而悲惊 让当了三宝霸的蒋万安开心的直说正好需要 为了考察台北转运战及猫兰等市政建设 金融市政府与金融市议会共同造访台北市政府取经 蒋万安表示 即北北桃已经是一日生活圈 每日通勤通学的交通流动人口达135万人 一直对于能减轻首都圈民众通勤负担 并协助落实低碳城市的1200元交通月票 蒋万安透露中央4月将公布具体作业要点 预计最快7月上路 对于金融市民来讲 能够减轻大家通勤的负担 以及对台北市来讲 发展低碳有序的城市目标 一直是我们很努力的方向 所以中央也有正面的回应 所以目前我了解最快7月份可以正式上路 我们也很希望能够透过交通月票的方式 对于即北北桃所有的市民来讲 不管是交通通勤费用的负担减轻 低碳永续的目标 交通成本等等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非常乐见的 谢国良者表示 主要来考察台北市猫篮 及U-bike等共享运具 希望让金融市民也能享受共享运具所带来的便利 因为这个猫篮是台北市一个重要的建设 但在建设的过程中 我想也台北市政府有很多相关的经验 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基隆未来很重要的一个决策 要去考量的一个依据 另外就是台北市也有这个非常成功的共享运具的一个经验 最近湾安市长又把U-bike提升到前30分钟不用钱 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政 那我们也来考察一下 希望基隆未来也可以有自己的共享运具 成为基隆市议会首位造访台北市政府的议长 同志伟希望透过参访台北转运站 为即将启用的基隆成绩转运站提供良好的经验 也期盼借由考察猫篮 鼓励基隆市政府继续执行及评估缆车计划 基隆跟台北的交流跟互动 其实一直都非常频繁 那我们今天有这个荣幸可以跟基隆市议会 共同来参访 因为我们现在来很重要的一个建设是成绩转运站 我想参考台北的经验模式 因为台北转运站其实也有五个车道 是基隆跟台北通行的一个固定的车道 所以我们来参考参访 对我们基隆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养分 那我们用了学习的心情跟监督的态度 带回去来跟基隆市政府做沟通 我想是一个非常好的过程 那尤其是我们这个缆车的计划 我们也希望市政府可以继续来执行跟评估 另外对于近期外界关注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人选 媒体关切两人到底挺谁 蒋万安与谢国良不约而同表示 支持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 我支持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 我们都是国民党的县市长 最后国民党做出来的决议 我们都会共同来遵守 至于党内立委初选部分 蒋万安与谢国良也做出回应 谢国良强调身为县市长 在当地则无旁贷 能帮忙就帮忙 蒋万安则期盼 初选阶段过程要公平公正 初选之后则要团结一致 赢得胜选 我们做县市长的理应也会尽我们的力量 让这个过程能够更平和更顺利 虽然说协调党务是党部的事情 但是我认为县市长在当地 也是责无旁贷 能帮忙的还是要尽量帮忙 希望能够把支持者的心声 基层的想法都能够让所有 有意来为民众服务 参与公共事务的人来充分了解 最重要我想进入初选阶段 我们希望整个过程要能够公平稳定 最后我们提出最好的候选人 来集结争取民众的认同 共同目标就是要赢得胜选 记者张旗滩台北报道 专责处理内湖松山南港等地的 内湖污水处理厂 获得了行政院环保署颁发的 产品碳足迹标签证书 成为国内三座取得认证的 民生污水处理厂之一 更是全国碳排放量最低的污水处理厂 3 2 1 在台北市公务局长黄一平 环保局长吴胜中与卫工处长 陈培佳等人共同揭幕下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 内湖污水处理厂成为国内三座 获得行政院环保署 碳足迹标签认证的 民生污水厂之一 每处理一平方公尺 非污水的碳排放量 仅280克 更是全国最低 希望持续对自然生态与环境友善 我们把碳足迹每立方公尺的处理 把它降到 它的排碳量是280公克 这个是目前我们在全台湾 三个污水处理厂 在整个碳足迹的排放上面 像是降得最低的 它主要的功能就是 对于我们的污水处理的智慧自动化 跟我们的高效能的处理 都达到一定的标准 那我想我们未来 内湖污水处理厂这边 还会继续在哪路里 因为它对于我们整个台湾的 这个生态环境 其实它的处理越佳 它的水值越佳 对周遭的包括水值的 这个基隆河的排放 都有很大的提升跟帮助 那另外就是这样的排碳量 我们也希望说 作为全国的这个领头羊 能够也引导一些相关类似这样 属于需要高耗能的一些处理厂 它能够多对社会做到进一步友善的这个社会责任 出席揭幕仪式的环保局长吴胜中 肯定内湖污水处理厂投入碳塑机减量的用心 不但有效降低碳排放量 所产出的再生水水质良好 更成为环保局近年洗少街道 降低阳城与减少空污的力气 节衣能的同时 我想内湖厂它一直把水质做得非常好 它现在VOD差不多四左右 那暗淡就三 那假如再生水的话 它还做过力模 这个我想对水质改善非常好 那我们环保局也可以用这个水来做洗少这用 降低这个阳城 这个我想对环境空气污染帮忙会大 所以双重意义 这个我们非常高兴 这个内湖厂今天有这样一个 全国最低的这个碳排的这种碳足迹 主管的卫生下水道工程处方面表示 未来除了计划进一步降低 内湖污水处理厂的碳排放量 包括名声 滨江及设置岛 这三座新的污水厂也将采用三级处理 为2050净零排放尽一份心力 透过操作的精进跟节能设备的改善之外 我们希望可以在三年后 把这个280克降到250克以下的目标 除此之外 我们目前新盖的三座污水处理厂 民生 滨江 设置岛都是采用三级处理的工艺 希望能够对我们整个水域环境有更好的改善 也可以将部分的水能够处理之后 回收再利用于市区做民生自己用水 可以为2050净零排弹贡献心力 内湖处理厂厂长高卒会表示 内湖厂主要碳排放源来自处理服务阶段的电力使用 未来将持续透过智慧节能系统 抬换老旧设备 并采取高效能产品等方式 有效控管用电设备提升人员效率 落实北市府节能减碳政策 共同迈向低碳社会 记者张继腾台北报道 台风暴雨哪里可能淹水呢 台北市公务局因应防灾应变智慧化时代 展示了台北市智慧防灾的推动成果 透过水利处的LINE官网见面 民众就能掌握在地的水情避难资讯 CCTV影像在关键时刻收到及时示警 水利处推出LINE界面 让所有市民都能共享 包括定位查询 在地水情 CCTV影像 避难资讯 灾害通报 警报器订阅等服务 掌握各种水情 我们信息即将来临 5月1号就算信息的开始 我们其实在信息之前 其实就有一些相关的作业在启动当中 目前我们有一些执行面的或者操作面的成果 也想说需要透过媒体朋友来帮我们推荐给市民朋友 那我们主要是在水利防災这一块 我们透过了一个我们水利处的台北水利 当然前面是列列水利 它这个LINE的平台等于是用一般民众最亲近的方式 就是在人的方面是用LINE的平台很亲近 那另外就是在时间上 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加值给所有的民众都可以开放来使用 那当然现在我们会先就12个防災社区来跟他试 试用的过程中我们会去Multify 会去滚动式检讨 那这样的推波方式是把一些市井的动作会做在前面 让民众在LINE里面就可以看到 那另外就是人时地 时就是能够在及时把这些相关的资讯 试景出来 那地就是我们现在LINE能够加入的这个市民朋友 是可以以他的所在的行政理 就是这个地点我们已经精细到用行政理来把这些水行雨量 相关的资讯能够提供给民众知道 那这个部分在目前来说 本来的防災系统我们都是一些可能跟学术界 或者是跟小长级的合作 有些城市是我们官方在使用 那我们透过这一次把它释放出来 让一般的民众都可以来使用 近年来其实发生很多状况 比如说像前年的0604 那很多这个里长市民会打电话来说 这个地区淹水了 我不知道没有办法做应变 被淹起来了我也找不到防水闸门 也没有时间来做这个架设 那再来都显示我们知道的情报 是似乎外面的人没有对接起来 他没有办法做相关的这个应变 那我们期待这个状况发生的时候 希望透过民间也可以一起来公布门做好自己的事 那民间也可以做好自主防灾的相关事情 那透过我们已经掌握好这么多年的这个充分的资讯 来透过这样的平台推播到民众的身上 让他可以协助政府一起来做防灾应变的工作 那这样可以让灾水降低 我相信一次的淹水过后 如果灾水降低 事实上民众的产生损失降低 我想就可以安然的度过 也可以达到这个任性城市的一个目标 水利出的恋恋水律台北水利赖官网 在防汛期间协助民众获得快速水晴资讯 非防汛期间则提供一般生活资讯 如气象和滨相关活动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LINE 因为我们过去思考过非常多的APP 我们市府很多还有其他县市运用APP 常会去开发一个iOS系统 enjoy的系统 但事实上都呈现有根本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后来决定就是说 选择最简便的 而且也是台湾市民最常用的一个LINE的软体 然后来搭配我们这个后台相当多的 这个IoT的这个监测系统 将近有400站的这个雨量 水位还有河川 水位还有雨水下降到水位及车尾站的相关资讯 来做一个整合处理 来推播给民众 那在这个做法上面 其实现在最重要是我们这个系统 结合两个核心的一个这个核心 那主要就是说我们从过去一二十年来 所有积水的状况跟降雨的状况 我们去分析完做出一个资料库的对应 来做出警戒指跟预警这个资料来做第一个核心 但第二个核心我们也运用近三年来 我们这个公务局推动了这个 这个科研计划 尾多台大团队来研究有关于 及时跟气象局合作的这个雷达降雨预报的资料 来在快速的情况下去演算出可能积水的区域 每十分钟演算一次 然后未来两小时的淹水几率是如何 然后透过这样的资讯直接推送到地方上去 让民众有足够时间来做相关的应变 那这个里面最重要就是说 这一次我们可以让这个你在乎的你 尤其你可以自选三个你 然后完成订阅 那后续达到相关的警戒指 他就会直接推送 是一种系统主动推送式的 而不是你要上去查询才会知道是 直接推送给来在 那再来就是说在四月底 我们这一方面尤其在第二核心 在台大团队这一块非常急 十分钟的运算 未来两小时的积水的这个状况 这是在过去三年我们实验的状况 他演算出来会一个平面的 一个积水的这个推算 我们会透过套叠相关的你订阅的资料 如果有发生相关的状况 我们会即时的在他演算出来的时候 第一时间我们就推送到地方 那从三年来的经验 我们透过后续的把它拿出来 重新再review一下 那几乎至少都可以达到三十分钟以前 去了解到我这里可能已经 这个水已经要积上了 那事实上就有这样的资讯 我们就可以做相关的防灾应变了 那这一次也是我们第一次 运用这样的淹水这个模拟 这个可能淹水浅室的模拟 来套用到这个系统上来 而且首次来公开民众在自主防灾上的运用 那这一块现在已经导入了 那预计四月底在12个自主防灾社区 会先行运用 那民众的部分我们大概在五月底 就会全面开放给市民来订阅使用 随着气候越来越极端 能够应变的相对时间也缩短 透过这项服务 期盼市民提高警觉 能在第一时间自主防灾 降低损失和危害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物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今年3月台北市大安区曾发生瓦斯起火的事故 消防员到场救灾时却找不到瓦斯发门 民众党台北市议员张志豪 林真宇 陈又成 黄敬营召开记者会质疑全台北市一共有23065个瓦斯发门 竟然就有3613个遭到不当掩埋 投资和现场瓦斯发门所在的位置都不符 痛批相关单位罔顾市民安全 为什么这3613个逆指法会不见 到底是谁的责任 而且不是我们来查话你们都不知道 正好不太对吧 你把我们台北市民的安全到底放在哪里 打开盖子就可以关闭瓦斯的逆指法 不但消失在路面上 而且数量居然多达3613个 让市议员张志豪痛批 负责督导的惨罚局 推委谢哲 根本罔顾市民安全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公安问题 因为灾害是不等人的 他什么时候会发生 大家是不知道的 万一哪一天又发生了一个瓦斯外泄 而又找不到阀门 会是什么样的概念 我们就讲个我们议会的例子好了 好 这边是我们的议会 这边是我们议会大门 那我们的这个面对我们议会的左边 就是议线路嘛 大家都应该蛮熟悉的 那我就发觉很奇怪 按照图资 大家可以看到 有总管线在这边 他有三条管线 是进入我们市议会的 那在议线路上 也应该有三个阀门 就是所谓的逆子阀 万一有一天台北市议会发生瓦斯外泄 而要做个瓦斯遮断的时候 这边有三个阀门可供使用 来遮断瓦斯 可是 我们11居现场看了一下 大家看得很清楚吧 只有两个阀门 只有两个阀门 请问一下 另外一个阀门是怎么了 埋没了吗 不见了吗 还是图资根本就有问题 我觉得这根本是草菅人命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万一有一天我们议会发生这样的火警状况 瓦斯外泄 请问 找不到那个阀门 该怎么办 谁来负责 连我们市议会都有这种情形 那我们一般老百姓 一般的住家 一般的住宅区 这种情形会不会更多 我们等一下来请产发局说明一下 说明一下 在这里 我想这个 我要强烈的要求 严正的要求 产发局 在三个月之内 要把台北市所有的阀门做一个全面性的清杂 找出来到底有多少阀门 是跟我们这个选区发生情况一样 是找不到了 或者是跟我们市议会的情况一样 是找不到的 并且要追究相关的厂商责任 为什么这个阀门会不见 而且要尽快恢复所有阀门 本来应该有的功能 才能够确止防止公安意外的发生 议员陈佑成表示 2018年东湖市场外 也发生天然气管线挖断意外 就是因为管线投资有误 但因为没有罚则 使投资错误的情形屡见不鲜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 是我们在2018年东湖市场的项口 就只是因为一个第四台的业者 要去开挖揽线的时候 不慎就挖破了一个瓦斯的相关的管线 造成了在市场门口 这么样的大火发生 当天呢造成了人灼伤以外 还有6000户的用户因此而停用瓦斯 那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我们台北市的这个管线资料图呢 even厂商在开挖前去套用了以后 还是会挖到错误的管线 这么样危险的原因就是 后来市政府成立了一个3D的图资中心 可是呢我们发现 其实目前这样的3D的 这个盗管中心的图资 它变得流于形式 因为呢它没有强制力 也没有罚则 所以呢各单位彼此并没有约束力 造成其实我们市民朋友 到现在还是陷在于相关的风险之中 那所以我来呼吁 中央跟地方 我们认为就一定要一次测查 而且好好破补成熟的决心 把所有相关的卫生 行销 还有这些cable 第四台业者 所有的管线 应该要一次性的全面测查 不应该让我们的民众陷于这样的风险之中 议员黄敬寅指出 在瓦斯漏气点不明确 现场又找不到开关阀门下 如何缩短抢救时间 是防灾救灾的关键 其实我们调队了目前的通报处理标准作业流程 在标准作业流程上面明确的可以看到 要等到瓦斯公司的工班到现场来做开挖 指漏等等 或是关闭这个阀门 最长可能要等到120分钟 或是120分钟以上 例如3月现在发生在这个志豪哥选区里面的这个案子 现场的工班到场 救灾止漏就等了90分钟左右 所以人民的这个灾害跟安全 人生安全上面真的可以等这么久吗 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很疑惑 如何缩短瓦斯公司的工班到场来做开挖 指漏等等这些事情的时间 黄金时间应该是最重要的 所以防灾跟救灾的关键应该就是时间吧 那市府应该立刻来检讨这样子的SOP跟流程 而且我希望是可以立刻来做检讨 因为人民的生命安全绝对是不能等的 并且要强化跨部门在这个救灾 或者是抢救灾在上面 在现场的协调能力跟整合能力 议员林真宇则发现 台北市每年有数百起瓦斯外泄事故 但产发局网站上的天然气外管线漏气记录表 却只有到109年3月的统计资料 不管今天的投资问题还是怎么样 我们有发现到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在这五大的瓦斯公司里面 主要督导的局处是谁 产发局 但是大家知道吗 在产发局的统计资料表里面 在我们的公共事业 我们的现在的官网 我这个一整个礼拜一直不断的更新 到现在里面的公共事业里面有一个 叫做天然气外管线漏气记录表 大家看得到 点进去 最后最后更新是在109年的3月 如果连最基本的瓦斯外泄的记录 都可以延迟三年不去更换 请问一下台北市人民的安全在哪里 已经三年没有更换了产发局 稍后要麻烦产发局给我们说明一下 为什么这么久的时间没有去做任何的更换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 完全可以详细的记载 每一个区域 什么地址 哪里有漏气 哪里有泰换 这些到目前为止 三年没有更新了 现场产发局承诺 会在4月14日前完成网站更新 持续督导瓦斯公司 泰换老旧管线 并要求4家瓦斯公司在三年内改善 让被掩埋的3613个止气阀 重新出现在路面上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在大安区温州公园对面 台电大楼之地有一颗加罗林鱼墓 4月中旬盛开时 五片花瓣与淡紫色的雄蕊 风起时随之飘落是一大美景 在地大学里无配选里长 每年都会举办音乐会 邀请大家一起来赏花 看艺术表演 珍贵外来书种加罗林鱼墓 此时正式盛开季节 黄白花朵现正盛开 民众不用出国 来一趟大家去的温州公园就能赏花 今天的活动我们结合了欣赏鱼墓 第二个我们节电宣导 希望大家一起在能源紧缩的时候 大家一起来节电 那还有结合我们社区的一些团队 我们来有很多的表演 再来就是让学区的学生也能够跟社区做互动 他们今天也带来好听的直笛表演 对总而言之就是非常棒 而且在我身后是每一个家户里面 他们不想要的书还是长大的这些书 就捐出来二手书的交流 行硕大学里是喜欢阅读 跟我们的熊赞一样喜爱阅读 而且在榆木前面阅读 在这个空气很不错的地方阅读 身心灵都很健康 除了榆木 我们的杜鹃花 我们三月才办完杜鹃花节 杜鹃花是台北市的市华 我们在大学里送了很多的杜鹃花 三月我们也让我们的学生 李明志工一起送杜鹃花 所以他们来到温州公园是有感情的 非常的棒 连我自己都好爱来这里 这里不同的时段 都会有不同的族群在这里 我们这一棵 在我们台电的施工处 这棵榆木 其实在四十几年 是四十几年前 我们的同仁 他的种下的 但是当初并不知道 是这么珍贵的加罗林榆木 原来以为是芒果树之类的 但是后来发现说 奇怪开的花 竟然是这个黄白花 那后来才知道 是经过台大的植物系的老师 他经过这个地方发现 他是非常珍贵的少见的加罗林榆木 那就是有点无心插入柳成荫 然后他就变成长得这么的珍贵 他甚至被台北市政府当作一个保护的树 他还有树名要去做保育 那我们也因为照顾这棵树 我们也有得了数益奖 台北市的数益奖 那这么多年来 那他在这个时候 他就盛开 就花朵就盛开 那大学里这边就会办一些 为这个树木办的一个活动 这个加罗林榆木 那所以每年在这个时候呢 大概就是欢迎大家来 我们这边看这一棵 这棵 这个非常珍贵的加罗林榆木 每年4月中旬左右 加罗林榆木盛开 迪璋举办音乐艺术活动 国小学校社区团体轮番表演 吸引不少民众竹竹参与 主要是参加老婆同学会 然后刚好就在旁边 所以就顺繞过来了 对 我觉得蛮新鲜蛮有趣的 而且还有一些活动 刚好又有小朋友喜欢的气球 对啊 我觉得是一个还蛮 感觉一个蛮 各个不同年龄层的人 都可以参与的活动 非常的愉悦 然后大家都很 尤其是里长都非常亲民 所以可以感受到 所有的里民也非常的快乐 我们是荣安国小的学生 我是直地团的团员 今天来这边表演这样 很棒 就是一个社区的一个 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 蛮开心的 就可以来这种公共表演 我觉得很开心 那今天来过大学里 我刚刚再一次看是哪一支 哪一棵树啊 结果是那一棵 看见我们的大学里这样子 可以说充满了人文 充满了艺术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的理政了 所以在这里也谢谢大家 尤其我们大学里的服务团队 每次搬活动大家都全心全力的付出 让我们的理更有爱 然后我们更以守望相助 而且可以互相的关怀照顾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模范的一个社区 我们大家好好地爱护我们的乡里 也当做我们自己的模范 那每年的榆木节 幸运都会来 对不对 每年每年 就一年一年的 看着我们的榆木 还是一样的这个漂亮 然后呢 我们所有大学里的李明呢 在我们的里长的爱护之下 照顾之下 还是都非常的健康平安又开心 那今年的榆木节呢 除了往常的表演活动 欣赏榆木之外呢 我们台店的长官们 也都一直很支持帮忙 对不对 因为这个我们的榆木就在我们的台店 所以也非常的谢谢处长 多年以来的支持 那今年呢 还又特别有书香气息哦 今年还特别加上了 二手书的交换活动 刚刚我们局长也讲到 我们的大学里 这因为我们旁边又有台大 人文会翠 所以今年又加上了这样子 一个书香传承的活动 大家一起踊跃来参加 让我们的大学里 不但是有爱幸福快乐 同时呢 有更好的人文 更好的书香 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传承 我们一起把它继续下去 再次祝福我们所有的活动 圆满成功 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快乐 健康平安 高大树形搭配耀眼花色 格外强艳 台大学生 台北市民都争相打卡朝圣 一堵这棵绝美行道树 根据估计 这个移工走地下汇队的金额 一年是超过了500亿 再加上失联的移工 金额甚至会上看千亿 打仗小组成员 立法委员 郭国文 钟嘉宾 林楚英 及张鸿路 联合召开记者会 呼吁跨部会 加强合作 扩大宣导 并建议 研拟人力仲介 代办业务的 落日条款等措施 才能有效防范地下汇队 保障移工权益 围堵地下汇队 立法员郭国文 钟嘉宾 林楚英 及张鸿路 大声疾呼 要求政府单位 重视移工走地下汇队 所产生的各项问题 根据劳农部的资料 到111年底 越南籍移工 约25.6万人 其次是印尼籍移工 25.01万人 不过两国移工薪资 会回母国的差异 却达16亿美金 以目前汇率换算 移工采地下汇队的金额 一年超过500亿元 加上四年移工 更可能上看千亿元 不受监管的资金 也成为国内金融秩序的 一大漏洞 因此立法院打造小组成员 立法院郭国文 钟嘉宾 林楚英 及张鸿路 特别召开记者会 要求跨部会合作 并提出包括订定 落日条款 加强宣导 设施检举奖金 强化稽查非法汇队资讯 及查契私联移工等建议 希望有效防范地下汇队 优先辅导人力仲介 业者遵循合法管道 沿拟人力仲介 代办业务的落日条款 第二个是强化稽查 包括社会群平台 发布非法汇队资讯 以及科技大厂收钱 当面收钱的一个查契动作 移工被诈骗 或被卷入到涉及诈骗的 这些非法汇队的水防 所以我们希望劳发属要加强 那么能够积极的提供 最好还能提供什么 这些移工 这个检举非法汇队的检举奖金 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优因 希望让全国的民众 或是今天所有出席的官员 了解到问题的严重性 台湾不能成为一个 合法掩护非法的这样的一个漏洞产生 但是却视而不见 不管是越市 印尼的小吃店 里面根本就是会队的中心 这个我相信你们在查系也都知道 那如何把这个门给关起 我觉得这个警政署跟移民署 其实你们可以多尽一点力量 对立委强化地下会队的诉求 出席的各部位代表也做出回应 其中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副署长就表示 会将检举奖金纳入研议 郭国文表示打扎小组会持续在各委员会 关注地下会对议题 以避免持续冲击金融秩序 也进一步保障移共权益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道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 都很紧张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药集团关心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药集中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耗资11.4亿元 由中央全额补助办理建构的新台马轮 4月16号在基隆港C2码头举办首航典礼 总统蔡英文亲自出席首航典礼 新台马轮也将带动马祖观光 为台马交通揭开新的历程碑 耗资11.4亿元 由中央全额补助办理构建的新台马轮 4月16号在基隆港C2码头举办首航典礼 包括总统蔡英文以及行政院长陈建仁 副院长郑文灿 总统府秘书长林嘉隆 交通部长王国才和连江县长王中明 以及立委陈雪生 和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等人 都亲自出席首航典礼 更由行政院长陈建仁代表主持交船仪式 总统蔡英文亲赠平安品给船长 象征航行平安 兼 七台马轮首航仪式正式启动 兼顾美学简洁设计 融入马祖地区当地元素总盾位5341 可以搭载642名旅客 同时可搭载45辆小客车 以及4个20匙冷冻柜的新台马轮 也将带动马祖观光 为台马交通揭开新的里程碑 它的设计除了642个座位以外 它45个这个 就是我们叫这个时上时下 车子可以上去有45部的这个小车 也就是以后到马祖也可以车 我们叫自驾 自己到马祖自己开车 也可以把车弄上去 然后另外游览车 它也可以变成18台的游览车 这意思说我们旅游业者 如果有观光团到马祖也不见得就有坐飞机 我们就可以搭车上去 所以我觉得它的最大的改变 是从传统的 以前是意大便哥开始的 这个交通船 那现在变成一个交通跟光光两个公路 滑费了11.4亿的这个经费 那我全部由中央来补助 那实际上对于马祖的这个交通的建设 我们不是只有开马轮 那我们刚才讲过现在的华信已经开始首行 而且我们也扩大了这个北竿的这个机场 那并且呢也开始建立了北竿道大丘的这个大丘桥 所以政府确实在马祖的这个建设上是不予以利 那徐政院呢也核定了新的一期的 泥岛综合建设计划总机会是63.51 要共同来推动163 146项的这个计划 让泥岛的乡亲呢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 那么去年第一届 马祖国际艺术岛的活动登场 那么整个活动横跨马祖的四乡舞蹈 让所有的访客都可以一边参观展览 一边游玩马祖 那我也知道 去年很多朋友都特意到马祖参加这个活动 我们今年第二届也即将在九月开幕 有了新海马轮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登岛 体验我们在地前线的文化碑 也会带动马祖观光旅游的发展 那未来我们政府也会继续投入支援 我们刚才陈院长跟各位报导 我们会继续投入支援 强化马祖的各项基础建设及措施 以提升马祖整体观光景点的规划 让更多人可以一起到马祖 一起去感受马祖的美好 立委陈雪生以及连江县长王忠明 也特别感谢总统蔡英文的大力支持 让新台马轮正式启用 满足马祖离岛乡亲的车辆运送 生鲜蔬果以及邮件托运和观光等需求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还记得在基隆港展出巨型的黄色小鸭吗 睽違十年 有民众在台湾国际造成厂基隆厂 发现了黄色小鸭 消息曝光掀起热议 黄色小鸭先生在基隆港 民众看得又惊又喜 那不是黄色小鸭吗 好多年没看到 怎么会突然有那个 我以为我演花了 这次演花了 所以然后我用我的相机 然后除了拍照之外 我还录影 荷兰艺术家霍夫曼创作的黄色小鸭 2013年曾经到基隆港展出 相隔十年 黄色小鸭再度现身基隆港 难道是又要展出了吗 是台湾这边受到国外客户的委托来制作 我发现的是授权 对 那主办方是在国外的客户 是 至于这个细节 真的是就对比较不太好 原来有国外厂商跟台湾厂商 下定两只黄色小鸭 在送到国外交货前 安排在台湾金融厂下水测试 由于黄色小鸭体积庞大 从充气到安装 工作人员小心翼翼 出动至少20多人 耗时一整天才完成测试 这次他们相当用心 把这个湾台当做永久性的 整个工程在制造 所以这个货货案 从来没有叫我们设计到这么坚固 因为他上一次在 可能有一些部分不太理想 所以这次他特别要求 所有的钢板 总重量就要了五吨 五千公斤 这海域因应不同的海域 它有很多因素 所以在整个底座的 结构的稳定度 还有它的浮力的安全性 这个都是非常非常 要经过缜密的计算 还有在反复的测试 所以今天的测试的 主要目的也是如此 两只黄色小鸭 都是高15公尺 获得霍夫曼授权 预计17号要运往香港 维多利亚港 尽管只是测试 短暂出现在金融港 但还是让民众 又惊又喜 记者黄少鸣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 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 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欢迎订阅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避之为恐 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只是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者 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物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责的新闻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合的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俗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大家好 我是睡美人 108年度各类所的扣面角及鼓励评单申报期间 自109年1月1日起至109年2月5日止 扣角义务人挤付各类所的开立之扣面角及鼓励评单 可透过网络方式办理评单申报 不受时间空间之限制 一经上传成功即完成申报程序 省时又便捷 大家记得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 下载各类所的评单资料申报系统软体哦 有人在吗 救命啊 您好 我是足迹总部的统计访查员 政府透过每月人力资源调查员